一路看球,一路跟我們討論 首先波爾發球,對著吳尚銀的這場比賽 第一球發球搶攻,拿一分 他的發球落點,我是非常注意的 他對右手的套路,基本上都是發球中間靠右的位置 這些球,搶攻對他來說非常舒服 其實這些套路都是波爾一直對付右手的套路 你要破也不是那麼輕易 當然,吳尚銀也是這樣的發球 這些大家都明白的 中間靠右手的位置接發球是最差的 因為離開他的身體,另外他不出台 你借不到力,什麼動作都很難舒展 3比1 從中攻的意識來看,也是波爾在中攻的 暫時吳尚銀還沒有還手之力 剛剛才不知道教練如何交代他 先穩住 先穩住 因為波爾搶攻勢頭很大 很清楚的,就讓他打 你手長腳長不怕,防住他 有好處就先穩住 你現在給波爾打著,你沒有好處 你怎麼穩住呢 找不到好處 就叫他,你搶他 看看發球可以不可以 對 到自己發球,看看如何打 連續進攻能不能夠 對 從主動進攻,變成被動防守 打到現在可能變成能力問題 被波爾牽著走 波爾說左,他只能夠打左 波爾說右,他就跟著過去 基本上都是按照波爾的路線來打 現在很被動 6比2 又是可以打到發球搶攻 所以我又想了 剛才波爾有幾個發球 都是故意發下去 右手 右邊的邊線出界 出桌 這些球是有意識的 就是要你拉 我開始以為他自己控制不到 手很硬,僵硬 所以發球的落點 偏向右方 但實際上 應該說是波爾很有心思 就是讓你拉 然後蓋下來 第一局看上來 比較輕鬆地領先 9比2 發球 去搶攻 嗯 發球 這些球 用得遲了些 現在2比9 3比9 才用 贏了 波爾 都沒有什麼 對後面的比賽 有很大的幫助 回來還暴露了自己 原來這個波爾 你要小心點 等一下我會發的 可以吧 收斗 這些訊息應該是 不要這麼快透露 到真的需要的時候 突然發球 多好 你說從第一局 現在的情況 吳尚銀是 真的沒有了 還是 收收起來 他不是沒有了 而是被人打到 打到沒有了 被人壓住了 被人壓住了 另外我們看回 短信平台方面 收記尾數7789的觀眾 都說 德國和韓國 打到現在 兩個隊的球員 都會表現出 技術狀態 不穩定的情況 如果這樣 無論哪一隊 在決賽中 對中國隊 都造成不到 一個太大的威脅 放心吧 這個也是時辰的 是啊 那麵